就做演员吧 就是如果观众不讨厌你 我就觉得你觉得很开心 我特别喜欢去尝试那些 就是生活中根本见不到的那种人 《变身观音》我超级喜欢 所以能去演就很开心 我大学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演唱剧目 剩乐我都唱的都是里面的歌 非常喜欢我《摇滚年代》里面演的那个角色 Stacy 因为我之前从来不听《摇滚乐》的 我长这么大都没听过《摇滚乐》 其实他们的音乐太有魔力了 就是能把每个人的情感 每个人听完了都会想到自己不同的情感 我还挺喜欢那个角色的 就很多人觉得有 很多人觉得可能有点过 然后我觉得挺可爱的 我觉得我是用可爱为前提去塑造这个 因为他是个很可怜的人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那种角色感 角色的人士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需要人去怜悯 去爱护的 因为他也自己在反思的 我觉得作品就是这样的 你不管他是用什么噱头在炒作 或者是用什么噱头去吸引观众 你都要回归到一个本质的东西 就是都是从心出发 噱子是很执着 一直都很明显 我们上学的时候 其实他是 他是蒙古族 他从内蒙古来 然后性格比较合得来 然后彼此对 彼此对对方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喜欢 很欣赏 然后就是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 不好的地方 我跟李飞比较投机的那种 认识时间不长 但是 就是在一块就很很快就变熟了 话题也比较多 然后 互相能理解很多 互相也比较 尊重对方的想法 然后 也比较了解互相 所以 我很 我很喜欢李飞的 因为他身上有很多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特质 跟别人不一样的 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 而且他坚持的很多想法是 很对的 不能说得很具体 这是一小秘密 小林是因为我们俩是老虾 本来其实一个地方的人性格 都会比较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 爱好都会比较相似的 他又是我师哥 比我大两届 我们俩一直在上海 因为我们学校在北京的多一点 然后在上海也有点那种 在一起可能就是有点那种 互相能照顾一下那种 他又比我大 然后他就很照顾 我还挺想去日本 我很喜欢去居酒屋喝酒 对日本的威士忌和啤酒我都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居酒屋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一进去就让我很有喝酒的欲望 而且他们会出很多限量款 就是比如说山崎的那些 但是特别的贵 所以喝人民币大约有 最贵的有20万一瓶 因为那全球只有几几瓶的那 那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喝到 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好 所以很期待吧 有时间一直想去 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 嗯啊 我们可以一起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这戏排完吧 排完这个戏 好 我们就去日本 好 好 我要把这个摘了吗 对 给大龙吗 不用我用这个吧 啊 ok 好 好 还真可以抽烟去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 欢迎你收看摩天轮毯好聚微信公号 为你前言有料有趣的 台阶幕后